N9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 神的爱和恩典里面 一系列我们谈到 保罗透过圣经教我们 去面对我们所发生 在我们身上的许多事情 比如说 我被别人体贴 我被别人定罪 我被别人论断 保罗说 你要弄清楚 真正给我一生打分数的评审是主 你要在乎的不是人怎么说 你做一个决定 我管不住他的口 但是我可以管得住我的心 神是看内心的 关键是这一位生命的评审 当他检查我的内心的时候 我的心在神面前站不站得住 对于在一个群体当中 教会也是一个群体 在一个群体当中 我们可能有两种很不同的态度 一种是对于领袖批评 我们主管太烂了 我们牧师很糟糕 我们总经理真的是 可能是批评 另外一个就是 崇拜 非常崇拜 非常崇拜我们的长老 我们长老真的很棒 我们小组长好棒 你不知道 我们那个主管真的很厉害 但是当这两种态度 一个是批评 一个是崇拜 但崇拜就会带出另外一个情况 叫做效法 我要学它 我真的好希望 我这一辈子如果能够像它就好了 这个没有什么不好 学习一些 效法一些 值得我们学习的人是好事 但是保罗提醒在教会里面 一个重要的原则 我读给你听 他说叫你们效法我们 不可过于圣经所记 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我好佩服某某长老 我好欣赏哪一位传道 那位牧师真的很棒 我们可以很欣赏 很佩服 很想学他们 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你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某某牧师说的 因为某某长老说的 因为某某传道人说的 我们小组长说的 当然这不一定是不对的事情 但是保罗提醒 我效法这些人 不可以过于圣经的教导 也就是说 当我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我们除了说 因为长老是这样教导 因为牧师是这样说的 因为传道 因为小组长 因为某某 我读了哪一本属灵的书籍 那本作者是怎么说的之外 我可不可以能够更清楚地说 圣经怎么说的 圣经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里面 最高的权威 是神留给我们的 所有的属灵的原则 都在圣经里面 但是当我们听到 我们听了某某的人讲得到 讲得很棒 某某人分享圣经 讲得真的好 他讲的属灵原则都非常清楚 但是我可不可以知道说 那不只是他说的 我要更清楚的是说 他是照着圣经说的 在圣经里面 使徒行在那里面 讲到有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叫做皮里亚 他说那个地方的人 闲于另外一个城市 叫天撒农加教会的人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他们天天考察圣经 要知道这经是与不是 他们是很认真的 每一天读圣经 然后照着圣经的教导去看看 所有的其他的教导 合不合乎圣经 他们不只是像小孩子一样 别人怎么说我就怎么听 是有很多人带来 各种不同的教导 他们却可以分辨 用什么来分辨呢 用圣经来分辨 我们还是说 包括面对恩典365 我非常感恩 神透过恩典365 能够成为你的一点点帮助 觉得很感谢主 那是神的工作 但是你可不可以听一听说 可不是今天讲的 跟圣经合吗 我求主帮助我们 不是挑战这些传道人 而是照着圣经来查验 以至于我真知道 我所跟随的不是一个人的说法 乃是圣经里面 神的原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